国道缓撞车遭后防特斯拉直接撞上 还有狗狗坐驾驶座驾驶开车睡大觉 不少特斯拉车主对车辆辅助自驾功能信心十足 但美国特斯拉最新宣布将召回200多万台特斯拉收给自驾城市 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法 特斯拉因为驾驶辅助系统防止误用的措施仍然不足 无法完全确保驾驶集中注意力恐怕提高车祸风险 因此已经向主管机关申请安全照说 将进行软体远端的更新修正 包含2012年到2023年的Model Y Model S Model 3 Model X等型号 全都在召回范围中 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信任它跟依赖它 毕竟这些系统包含像镜头雷达波 我觉得加减都会有不彩的时候 或者是侦测不准确的时候 目前台湾特斯拉还没有远端召回的讯息 根据了解远端召回相当于更新系统 新一套软体如果确定驾驶没有集中注意力 将会自动关闭辅助驾驶 不过车主得注意 现行特斯拉多数车款都是提供自动驾驶等级2的辅助系统 并非完全自动驾驶 网友抨击当初完全是特斯拉行销误导 让不少人傻傻相信有所谓的自动驾驶 在台湾整体环境都还没改变前 车主还是得紧握方向盘集中注意力 才是保持安全最好对策 这里正面完一题 特别报道